为了鼓励大家多吃在地豪米 草豚镇农会配合农粮署的米粮创新行销计划 邀请饭店主厨指导家政班妈妈将草豚豪米 以及在地生鲜食材做结合 将家常菜变身为高级餐厅的创意料理 让家人可以吃到健康也能吃到美味 把在地当机的新鲜蔬果 以及优质的草豚豪米做创意的搭配 让家常料理变得更加丰富 这是草豚镇农会举办的沿袭活动 邀请饭店主厨为家政班的妈妈们上课 推广在地觅食文化 配合我们食在地吃当机的料理 我们以套餐的方式还有盒菜的方式 让大家有一种回家吃晚饭温馨的感觉 我们有经过搭配设计过的 搭配我们草豚的荷环米 还有台农的7的7号 还有台中194的稻米来搭配我们的一些菜肴 配合农粮署的米食创新行销计划 鼓励大家多吃米 农会以传统美食创新料理为主题 设计演习课程 增加米食的多元化应用 让家政班的妈妈厨艺更加出色 农会月光米和荷环米都是现在都有中顶的米 好吃的饭又好吃 大家都尽量要吃饭 尽量要吃饭 饭台湾的米太多了 所以要吃饭 菜老师教的菜都很简单煮 还有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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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这些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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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进行一连串的一个料理研习 然后借由就是搭配很好吃的一个料理 然后我们的米饭可以提升它的食用量 草屯镇农会用心辅导农民种植豪米 配合研发创新的米食料理 打开稻米行销通路 也希望借着家政班妈妈的参与 可以为在地豪米做最好的行销和推广